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精致文案你绝对意想不到 我们就从这个洞口爬出去 太有画面了 真是令人头突 这个你说出来感觉好好笑 深夜精致歌曲 唤醒你瞌睡的小星星 好像不是这个歌 另类精致 野龙disco还翻全场 想到游戏 我想用戴的风格 游戏对决吃也要吃的优雅 生活生活 空着空着空着 太焦了 魏不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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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着 假放照样丢的精致 漂亮 一 蓝鸡走 好 0.5米 现在开始王者之战 陈蕾婷对蕾蕾 快乐大本营首阶合作伙伴拼多多 拼多多拼着卖才便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抖音APP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小小的年纪 你读懂什么是爱 却被你天天的笑给打败 你眨着大大的眼睛 哦那么可爱 说画着手往哪儿摆 每一天上个下个都会有你的陪伴 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 切不开的几何图案 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这算不算不算爱 我还还还敢不明白 快乐那是想跟你分手 让我曾给你肩膀 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给你给你宠爱 唱歌东西的礼拜 轻轻会因为你不在 有你的光暖暖的洒下来 眼睛住了小期待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这算不算不算爱 我还还还搞不明白 快乐那是想跟你分享 难过想给你肩膀 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 想管他几个例外 心情还因为你不在 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 忍不住了小期待 因为爱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音 我们是快乐家族 好 今天呢 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就是精致 希望大家这个朋友们都希望宠爱自己一点 过得精致一点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 宠爱这个剧组的精致的朋友们 欢迎 跟大家介绍一下 宠爱这个电影是12月31号跟大家见面 是 你们主唱要不要先给大家打打招呼 介绍一下好吗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吴磊 然后在宠爱里面饰演的是陈乐云 磊磊在这里面这个角色很有挑战 对吧 对对对 是一个盲人 是一个盲人 对对对 你这个故事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 那肯定是我旁边的这位非常可爱的子峰 欢迎妹妹 我的妹妹来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子峰 好 欢迎妹妹 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韦庭跟楚希的故事 对不对 来 掌声欢迎陈韦庭 大家好 我在宠爱里面饰演的是焦乐 大家好 我是钟楚希 然后我在电影宠爱里面饰演的是方兴 好 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谭建次和青子的故事了对不对 欢迎你们两位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谭建次 大家好 我是看青子 好 另外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李兰迪 大家好 我是李兰迪 好 郭契林 欢迎郭契林 好 谢谢大家 你是跟吴欣一个故事吗 对 我们两个人 对对对对 不对 不对 我在剧中我和狗是一个故事 等了等了等了 吴欣是 我和我姐姐下部戏再合作 下部戏再合作 现在呢流行一个说法叫做 你这是一个活得精致的猪猪男孩猪猪女孩 那么今天我们会分成精致队 还有粗糙队 那么精致队就是由佳佳哥跟涛涛来带队的 粗糙队就是我和卓儿 我和佟卓来带队的 嗯 你为什么粗糙呢 你明明是很精致的一个人 我之所以被分作是粗糙组 我是没有办法去辩驳的是 我有一块那个洗面皂 它真的就是用不完 我用了五年 他们就觉得真的 过去了吧 他们都说过去的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用的都是新的 不是越往里喜乐 就是都是里面新的内容吗 只能说明你脸太小了 我就是 每次都太省对吧 然后佟卓的那个粗糙的点就是 我有一个中系校服 我就经常穿 几乎一个一个冬天都不换外套 就是去哪儿穿到哪儿 这个 走红的还穿 你也是够了 很帅啊 很帅啊 还去的嘎那 很帅啊 好 那佳佳哥的精致 那个 我觉得精致说不上 但是我有一点小洁癖 我如果扫地机器人它脏了的话 我会用吸尘去板 扫地机器人 扫灰 先吸干净这样的 就是他用吸尘去吸另外一个吸尘器 这是个绕口粒 超级精致的 涛涛你的精致 我就是非常精致了 我不断地精致地雕刻我的身体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所以就是每天只要有时间啊 只要有时间都会去健身 那今天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台上的这十位朋友 我们邀请了一百位观众 对他们进行了一个精致和粗糙的评价 没错 在本场节目录制之前 我们邀请了现场的一百位观众 参与精致排行榜投票 根据投票结果 对本场嘉宾进行精致初始定级 究竟结果如何呢 我们马上揭晓 我觉得就算我不幸进入了粗糙组跟你一组 我觉得没差啊 还要OK的 是不是 你觉得你放眼看过 你觉得谁最有可能进精致组 做到榜首的位置 精致组 我觉得是那个 我觉得砍精子吧 理由是 看起来就很精致 他看起来就有 他叫砍精子 不是砍精致 你问谁 那个韦婷 你觉得你会进精致组还是粗糙组 肯定是粗糙 是个线 原因很简单 就是 我昨天录节目 然后呢 就直接过来了 然后呢 其实我 里面穿着我的睡衣的裤子 好 然后外面还穿了一套衣服 然后呢 我看到网上粉丝拍完之后 以为这是陈伟婷的泪裤 为什么这么多花纹在这里 但是迟迟我一起床 我就把外面的一个裤子穿上去 相当粗糙了 相当粗糙 好了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马上 我们就要揭晓 这十位朋友的排名 首先 我就要宣布的是 第七名到第九名 第七名是一位女生 还是一位男生 想念洪涛老师了是不是 我感觉应该是 第七名应该是子枫吧 为什么 感觉 感觉吗 第七名 张子枫 你的直觉也 你有我的台本吗 我真的没有 我看来是真的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想问一下子枫 这个排名委不委屈 我真的 你觉得你挺精致的对不对 百口莫辩 想不想 听一下观众的理由 理由是 她本身很精致 但是被她哥哥带操了 胖胖出来背锅 好 下面请子枫到第七位 就座 普通的老板 你在向往的生活 对子枫的了解 她是精致的吗 她其实是一个有奶香的小女孩 就她在节目里面特别爱喝奶 而且她这个皮肤 就真的像是那种奶花奶花的 但是后期她就开始跟她哥学的 拿那种大缸子喝水 你知道吗 咚咚咚咚那样喝水 有希望 有希望往上调好不好 这只是初始为止 大家可以后来来调换的 第八名 那姐你是不是有一个名单 我真的没有 我排第几名我都不知道 第八名 你猜是谁 你觉得是谁 我觉得倒数两名 应该在是谭间刺和郭麒麟中间 第八名 郭麒麟 哇 仅比这么精致的子凤妹妹落后一名 我已经满足了 好 听一下我们一百位观众对你的点评 郭麒麟有一个相声叫做精致生活 专门调侃精致的人 感觉他不太喜欢精致的生活 可以喜欢精致的人 这个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第九名 接近垫底的这一位 男生女生啊 女生 我的毛 还有比我还差的女生 啥第九名的女生啊 我觉得是吴欣 不可能 我不可能到蓝色区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那个最部分的认知 应该在白色区 乃至黑色区 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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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娜你预测一下 我觉得呢 不是欣欣就是我 第九名 谢娜 我严重怀疑这一百名观众抽样 是我头的是吧 其实呢 隔一个就是子氛围是很开心的 干嘛要隔一个 但是我前面是这位我就不是很开心了 你听一下观众的理由 这几天的街拍好像都是运动套装的look 万一不怎么换衣服 算粗糙还是算精致呢 精致中略显粗糙 好 接下来 我们要宣布的是二三四名 首先宣布第四名 娜娜 第四名是一位女生 第四名是 李兰迪吧 李兰迪吧 第四名 李兰迪 真的假的 她说大姐神预言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名单 你肯定不知道 因为这个脚本只有我有 好 兰迪获得第四名开不开心 挺开心的 你想听你的评语吗 最近她迅速地瘦身成功 感觉很会管理自己 好像从同情时代到现在做了演员 都是小女生的样子 好 祝贺兰迪 请坐到第四位 好 第三名 是一位男生 我猜 我猜 谈千次 你可能是在这儿 你就别想了 对 我觉得你刚才我八九名 第三名 吴磊吧 第三名 陈伟霆 凭什么把睡裤穿出来的都能够在第三名 大家理由是这样的 自己给自己剃板寸 感觉有一种属于男人的精致 陈伟霆这个人看上去就好像的样子 双标了 这就双标了 是不是 好 现在第二名 女生 女生 砍镜子 第二名 吴欣 真的假的 你看 我抗议 听一下啊 听一下 吴欣的评语 种草达人 就不用多说了 虽然好像跟着他买的东西 大多都会闲置 还有 谁不想活成吴欣 敷着面膜泡脚 而当他时尚起来又很反转 非常丧 天啊 实至名归啊 坐在这儿 主要是你的朋克养生 很多人追随 接下来 五 六 一 十 这几个名次了 我是这样的 我现在心情已经很荡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吴磊在我旁边的话 我应该很开心 现在心情很复杂 吴磊 就靠你救娜姐了 好 我宣布 第五名 她是一位 男生 好 吴剑刺 你刚才往前走了一步 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可能 不可能是我 最后也不可能 为什么最后一名一定不是你 你觉得这四个里面 谁应该是垫底的 看我 我觉得 那还是我吧 我觉得 好 吴剑刺 在男团时期 她就有很干净的样子 谈剑刺 第五名 哎呀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哎呀 吴磊离我这身心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啊这个 雷雷 现在有三种可能吧 第六名 第一名和第十名 你个人觉得 有可能是第一名吗 我觉得第一名可能性太小了 那第六名跟第十名呢 我觉得这两个 一个是 就是粗糙组里面的老大 嗯 但又有什么 好得意的呢 哈哈 哈哈 这一群粗糙里面的人 这一群粗糙的人里面 最精致的那个 哎 我们三个怎么了 我们三个怎么了 而我的感觉是 这三位 谁坐这儿 我都欢迎 哈哈哈哈 我一会就来 娜姐 先听听看你的评语啊 在客栈里面 用土灶烧鸡 烤鸡的时候 把自己头发都烧了 我不同意 她是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嗯 她跟张翰 在沙漠里拍的照片 让人想给她洗把脸 吴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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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去坐吧 你坐 然后我告诉你做的对不对 应该第六吧 我不服气 我要坐在我搭档旁边 好 所以吴磊以往这一坐 就意味着 你觉得坎青子和钟楚希 其中有一个 是最粗糙的人 你是把这个 这个电视留给我了吗 我也是能够接受 这两位女生 在我身边 我就让你们三个 来争夺这个位置 哈哈哈哈 首先我宣布 这个位置三个人争夺 吴磊 你落败了 这个位置不属于你 请你坐到第六位 天哪 好紧张啊 这两个人差距那么大嘛 一个第一一个第十 对对对 来 反正上去没差呀 来让我教你 怎么样变得更精致呀 大大爷 我应该第十吧 亲子为什么 因为我还挺操的 我觉得我也有可能 因为我经常机场不洗脸 机场不洗脸是吧 好 我宣布不折磨他们了 他们两位 获得第十名的是 我看了热搜 她铺床单的时候不换鞋 我忍不了 在客栈里面 她吃客人的剩饭 我觉得她和精致不搭边 第十名 看亲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是 作为客栈的小伙伴 还是要为亲子姐说下话的 我跟你说 她还是很精致的 生活还是要过得精致一点 不太难了 像我这种第九名 真的瞧不起你这种精致 做得也太粗糙了吧 下面 封面 钟楚希的评语 时尚封面很能打 各种迷之姿势她都能hold住 上次快乐大饼 还知道她可以断舍离 感觉精致不会错 芳华 那种年代感里 她还能透出一些些 时尚的气息 被大家评为精致女孩第一名 钟楚希 哎呀我觉得这段屁语啊 就是迷之彩虹屁 来 请钟楚希坐上今日第一名的宝座 俗话说得好呀 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 娜娜说得非常的对 现在真正的排位战开始了 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精致好物的挑战 精致好物排位战 我们请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朋友 用自己的精致好物 向楼上一到五名的朋友 发起挑战 好 后段位的选手 可以向前段位选手 发起挑战 我们四位评审经过选择之后 胜出的那个人 就可以夺走对方的位置 得票超过前段位选手 则可以换位成功 票数低于前段位选手 或评票 则挑战失败 第一位要出场的 是因为吃了客人的剩饭 被大家说很不精致的亲子 我们录客站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没有时间自己去做 只能吃客人剩下的垫一口 真的 是真的 太饿了是吗 对对对 但但是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在谷底的人上升空间比较大 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 结果亲子今天带的好物是客栈剩下的 亲子 你要告诉我 一到五你要挑战谁 你挑战我 不了不了 这个太容易了 规则是一到五挑战 你有什么资格被挑战 你要挑战谁 金子 那我就选一个精致的精致的 精致的男士好了 韦天哥 好 直接就有可能抽到 第二名 第二名 这样你要是赢了你就变成第三位 真的吗 他就垫底了 你就把他的位置抢走了 你一定要赢啊 我非常享受陈伟霆坐在我旁边 因为他看起来很香的样子 香的样子 让他来到我们这排来火拼一下 好 来 两位请出列 首先请台名靠后的亲子先 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 大家看这个像什么 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呢 还没猜呢我们 我们刚要猜 好 那你猜是什么 枕头吗 是什么 枕头 刚才人说是枕头 是塑胶人吗 那这个枕头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效 可以美容不长皱 这个没有洗多久啊 这个我哪有的很干净 真的是一股臭味 对啊 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它有个非常神奇的功效 就是可以抗皱纹 啊 怎么用啊 它就是凹陷的 哦 哦 哦 等一下等一下 它要包过来吗 要包过来吗 是不是 往右边躺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子 这样子 我知道了 旁边要躺一个人 这个意思吗 这特别方便是吧 是这样躺的 然后旁边也躺一个人 为什么这样侧躺就不会长到 它躺到这里的时候啊 这边是没有枕头的 然后脸就可以凹下去 然后你就不会长你的鱼尾纹 也不会长你的法令纹 哇 就是等于你侧躺的时候 对 因为一般的枕头 我们侧躺的时候压到脸嘛 对 它这个帮你悬空 一般我们躺常都是这样子 嗯 就不会被挤到了是不是 而且这个很好的点 这个是比如说你抹什么睡眠面膜 它就不会粘到枕头上 它不会粘到枕头上 哇也不会污染 哎这个很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的 我觉得这个还不如一根绳 像小龙女那样躺在绳上睡啊 身上也不会长得 你真的很想把砍金子 留在你身边 啊 就是说我好有点 啊 卫婷要分享的精致好物是什么 现在在这个阶段呢 我给她这个又回家了啊 啊 那这个呢就是看起来的 像一个 面膜吗 是面膜吗 像一个面膜 像一个面膜 对 它是一个稀油脂 哇 啊 您知道吗 就是有女生尤其是男生我们经常处游的那一些东西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妆容 卫丁卫丁你是在哪学的这种 主播的腔调弄的 因为我最近买了一台电视机啊就每一次开电视总有10秒到20秒的一些广告 就是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一直在推销然后就突然这种感觉就是就学会了 你不知道可以买会员就可以跳过那些广告 一看就活得不精致 请你购买一下我们的会员 我没有买会员 没有买会员 好了 我继续啊 好了 那这个呢是个吸油纸 但是呢也不是吸我们脸上的油 那吸什么呢 吸汤的 对啦 因为我特别喜欢喝汤 网冻汤 但是呢经常因为材料特别多 经常会有油 这是肯定的事情啊 所以我经常呢都会准备这个 之前这个汤是特别多油 可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就想喝这个油怎么办 那你就真的应该坐在电视里 谁天生想喝油 你还真是 你就可以吃这个汁 来 他还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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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谭金子 你这样 他喝汤 你就干了 对 我再来一张 可是这个汤没有这个油 都没有这个味道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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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油对身体真的非常不好 都放进去成白水了这样 那就很方便地去 哎呀 这个汤都快没有了 哈哈哈哈 我现在看过去 我以为是一个空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开头票好不好 没想到第一轮比拼 最后一名的看青子 竟然大胆挑战排名第三的陈未婷 并且换位陈未婷 哎呀 好精致啊 我第一次看到男生 也扑一个这个 你看女生都有 欢迎来到粗糙组 第二轮 何老师安排了两位 年纪相仿的妹妹 小是牛刀 谁会略胜一筹呢 第二轮 几早有时候会泡澡 然后我会用这个玉球 然后放进去 对 它会变成彩色的 我可以试一看 哇 我喜欢 对 它是这五颜色的 这个好有趣 哇 这好精致啊 这个好有趣 这小宝宝也可以泡的吗 这个 瞬间就化了耶 对 它真的有彩虹的感觉 不但有个问题 就是刚刚你们说的 雪原藻会染色 真的 我前阵子买了一个西瓜的 然后就染色 你讲到身体上啊 我脱不掉 对 还有这个 越洗越脏啊 就还有一个 就不太要 就特别不能特别惬意的躺进去 不然如果喝到雪 就是苦的 苦的 好 兰迪 拿了个本呗 对 我这个是一个手账本 就我很喜欢去记录生活 都记什么账啊 手账不一定是记账 手账是记录 手账是带图画的日记的一款 我还说在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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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这个真的好漂亮啊 这都是你自己画的 这些贴画都是 买的各种小贴纸 然后我会根据 就是有关的东西 然后去贴它 想起来是一样 首先第一点 蓝迪的字非常漂亮 然后这一篇 我觉得可以公开一下 因为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对吗 分享一些小幸运 录完节目后 何老师请吃饭 这种感觉好不真实 那姐坐在我旁边 拿着她的巨型瓶子 喝着养生水 何老师给我夹着菜 还一直祝贺我 考到了心仪的学校 海涛哥 有一搭没一搭的 逗着闷子 小时候的我 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竟然会和他们 这么熟络吧 电视机里的人 怎么素的 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呢 这个闪着星星 挂着月亮的晚上 每个人都好看 每个人都温柔 但是我最幸福 五个家号的那种幸福 哇 哇 好用心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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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很精致的好路 李兰迪 已有生活仪式感觉首帧 略胜一球 一 紫峰妹妹没有换位成功 接下来 三十弟弟 向无星姐姐发起了挑战 排位会改变吗 轮道三 蕾蕾我怎么觉得以后赢了 你带啥呢 我这个呢 叫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好 酒店都有 哇 这个好 我家门口小区全是啊 那一楼啊 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 我在家里 和我的工作室里面都有 而且是按照我工作室的人员 去配备的这个自救呼吸器 安全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大家知道 在就是发生火灾的时候 很多人被困在火场里面 是因为吸倒了烟 是因为被烟熏到了眼睛 然后你就看不见路 你就呼吸不了 你就晕倒了 但当你有了这款自救式呼吸器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可以精致地走出火场 精致地走出火场 真白人 精致地走出火场 如果上升到这个问题的话 而且我特别想请人试戴一下 那星星 星星可以了 星星 她头发弄 韦婷看着脸挺小的 这个真的是可以救命的 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让我精致地走出去 她要精致地走出去 好 真的要用的时候 要怎么操作一下 首先你要把这里面 就是这个塞子 这个塞子先把它拔开 对 里面就该打开了 就是去确保空气的通畅 然后这里面就可以过滤 那个有害的气体 然后通畅 就是让空气可以这样进去 但是它是经过过滤的 对 让你精致地走出火场 这个安全防范意识 是精致生活的根本 你先安全你才能精致 星星 来 我选一下安全吧 安全没有重要 你觉得怎么 你拿的是啥 我这个其实也很实用 就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 今天你实在没时间洗头了 我觉得头发后边无所谓 但刘海一定要好看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免洗刘海生气 这个非常方便 它就跟湿纸巾一样 你把它拿出来之后 你就这样开始蹭你的刘海 这就是跟我们吃完鸡爪子擦下手是一样的是吧 免洗的 这是第一步 蹭完之后就这样 马上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蓬松自然的流行 真的很蓬 真的 韦婷 韦婷 闭上嘴 而且她有一种清香在你的头发 你一个寸头 你看这个看得这么着 你在干嘛 然后这个是女生用的 我觉得其实挺实用的 因为有时候那个上班的路上 就实在头一天 比如工作太晚的时候 一个刘海如果不好看的话 还是挺影响形象的 男生就重点就来了 就是发际线粉很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脱发和发际线 是一个大家都那个比较关注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发际线粉 然后打开是这样 拿那个盒这样往头上拍 马上你就会拥有 那个乌灰浓密的那个发际线 加哥你来说 不用了 开始点加哥的名 我可以 我可以 因为我今天这边是露出来的 你帮我补这边好不好 一点点 你帮我补一下 待会不会流那个黑色的液体 对 你流汗 黑汗就流下 会不会太黑了一点 真的有 很明显 哎呀流 我发际线长到太阳穴了妹妹 不是 就这意思 反正 我可以用你这个洗刘海的神迹擦一下吗 是不是很明显 好明显啊这个 还挺装戏 美婷哥要试一下吗 不用了 太明显了 特别像阳光打过来 你还有阴影在这儿 哎 说对了 显脸小 是吧 这就是我带来的那个头发神奇 哇 我们开始投票好看 三十弟弟推荐的烟雾面罩 是不可或缺的好物 但是 确实审题有误 这是在扣体的是精致生活 这是扣体的 对 带来精致发行两件套的无心 守住了自己的排名 陆柯老师 对不起 你可能得弄一下头发 我这样看真的太奇怪 谈见刺 你要挑战谁 你敢挑战我们第二梯队的吗 挑战 往下挑战 敢吗 挑战娜姐 蓝娜姐我挑战你 没想到被郭希林用激将法击中的谈见刺 竟然向下段位的娜娜挑战 她带来了将经济舱秒变头等舱的斜脚神器 非常有自信的一段操作后 成功降级 你挑战成功了 我一直觉得我做了 好烦啊 怎么会你会成功了呢 郭麒麟你要挑战谁 中楚希 好 而郭麒麟也向排名第一的中楚希发现了挑战 全自动 得了全自动高温消毒袜子清洗机的郭麒麟 得到了对手的藐视 好麻烦啊我感觉 大家看不到个地方她在悄然的发生 不出所料 展示的好物并没有得到评委的勤态 K.O 最终谢娜再次向中楚希第一名的座位发起冲击 中楚希 她会挑战成功吗 为什么是挑战中楚希 既然做不到最后一名 那就去争取第一名 娜娜分享一下你的精致好物 我作为一个妈妈和一个当红主持人 是是是 这一点我说了 可以非常非常严丝合缝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我在生完宝宝以后 我可以精致地调理自己的身材 比我生宝宝之前还要好 不要聊别的说你的精致好物 那么我这个就是让所有的精致的猪猪女孩 不仅可以安排好自己的身材 还可以让自己锻炼出天鹅井 大家都看到我有天鹅井 我有天鹅井 你们真的不要笑 可以可以 没想到这么难 大家先看一下 原本你的脖子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当你戴了这个天鹅井之后 你将变成什么样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观众朋友们不要调台 马上奇迹就会发生了 大家看一下陈伟婷姨父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娜娜 娜娜她除了好看她有别的功效吗 她对颈椎也非常好 这个很重要 其实买她呢 最重要的是 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看手机 低头道 然后用这个之后呢 低头道 她就会让你这样 不会有肩颈的问题 了解 第二个就是因为弄久了以后 你就变得那个形态很好 看起来就很像有天鹅井 谢谢大家 明白 好 这是谢娜的精致好物 子希 来 就这样呢 我今天呢 带了一些耳环过来 我是比较喜欢收藏耳环 比如说一些特别的耳环 最特别的一个就是这个 那个难道不是一个耳机吗 这个大家看到是一个耳机 但是它不单单不仅仅是一个耳机 它还是一个耳环装饰 你不说真的看不出来吗 但也是可以用的 对 现在我们很多耳机 戴在耳朵上的时候很容易掉 但这个呢 这样也很容易掉 这个主要是 好痛 很好看 没有 这个每个人的耳软 可能都不一样 哎呀 掉了 敌对别人的好物 对 这个一个是防掉 防丢 它还有一个就是装饰 蛮有创意的 对 就是卡在耳朵上 好看的 卡在耳朵上 可以侧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吗 很精致了 可以当成一个装饰这样子 这很酷 不单单是一个耳机 就能说坐飞机如果睡着 它买 用买那个链子就可以了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把自己的耳机 对 其实吧 我觉得耳机它就是耳机 你知道吗 现在开始投票了 娜娜我可能 我可以投给钟楚希吗 所以我刚才承诺你 钟楚希就看你们 来吧 我们投票吧 到底是娜娜还是钟楚希呢 3 2 1 2 2 2 打成了平局 哎 说实在呢 我自己自从陈伟霆做过来以后 我其实也不是很想换位置了 没想到现在和钟楚希 平票握手言和 为了平衡双方实力 钟楚希进入粗糙组 而乌磊进入精致组 那么现在我们位置已经 排名已经确定了 那么本期我们过个好年了 我们将再赴国家级贫困县 内蒙古二三世 本期过个好年 我们将再赴内蒙古二三世 白狼镇 去年 我们帮助当地贫困户 推广了野生的蘑菇 木耳 卖得非常好 今年 老乡们引进梅花鹿 野猪 和稻米 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 脱贫致富 这就是我们西安蒙的蛋饼 欢迎大家来品尝 希望电视观众 能来买我们的蛋饼 让我们脱贫致富 多多购买西安蒙特产 让我们都过好年 提醒林 稍后看点 他们的精致文案 你绝对意想不到 我们就从这个洞口爬出去 太有画面了 有点意思啊 真是令人突突啊 这个你说出来感觉好好笑 我们的精致文案 我们的精致文案 能够全场 快乐大本营 首先合作火弹 拼多多 拼多多 拼之脉才便宜 快乐大本营 官方合作火弹 抖音APP 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 快乐加作 我们要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 拼多多拼着买才便宜 感谢合作伙伴抖音APP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精致社交圈的环节 我们今天请来了三位 这位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精致的代表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老师们先请坐 我们来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 首先中间这一位呢 是大家其实看到他的样子 应该会非常熟悉 就是大家很喜欢的美妆的徐老师 欢迎徐老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徐老师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 这个时尚美妆的博主 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 你觉得美妆 对什么样的女孩说起来是精致的 其实美妆只要伤到你的脸上 是适合你的风格 找到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优势 就是精致的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词可以考验一下 我们在座的 特别是男生 是懂不懂这个 是不是精致的美妆的 当然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空瓶 我考验一下吴磊吧 看你这个求知的眼神 空瓶是什么意思 就是平空了 我知道 用完了 空瓶 就是平空完了 是对的 对 很聪明 是对的 空瓶 对 对 我要换一个难一点的 陈伟婷 这个好奇的眼神 我要问你了 平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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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身 替换 替代 哪个平 平 平和平 平衡的平 很平 这个东西很平 平替 对 我的脸很平 我的脸很平 然后就替换掉 替换掉 就换个更好的 是这个意思吗 刚好反了 刚好反了 平替就是平价替代 你喜欢一个很贵的东西 比如说500块的东西 你花50块 就能找到一个差不多的 这个就叫平价替代 平替 所以 就是说那个头枕仓的那个脚垫 就是平替 就是说精致不见得要花很多的钱 对的 对不对 你找到合适的东西 懂得用合适的方式投资自己的话 也是精致的 对不对 好 欢迎我们的徐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便当达人 我们的张慧欣 欢迎 很漂亮 大家好 我是张慧欣 大家可以叫我五五 五个的五 然后我是一个美食资深爱好者 喜欢把食物做得很精致 我们可以看一些图来看看他做的一些 你看 这是他做的便当 非常非常的可爱 而且不只是好看而已 而且真的是精致好吃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你看这些都是 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是有给我们特别做一个便当 对吗 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你今天做的什么便当吗 好 因为我知道宠爱电影里有很多可可爱的小动物 所以我今天就做了一个宠爱主题的大便当 送给快本和剧组 祝宠爱电影票房大卖 谢谢 你好有心 是一切非常可爱的饭团 好香 真的可以吃吗 可以吃 我们可以多来尝尝 我有点不忍心吃这个 以后吃这个吧 这是脆皮肠 然后做成了小章鱼的样子 何老师好吃吗 我挣扎了一下 我还是买的 很期待国内弟弟选哪个 小爪爪 有加心有什么加心 我没吃出来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师 谢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2017年澳门环球国际健美邀请赛 比基尼全场冠军 郭玉涵 郭老师好 我是郭玉涵 好 朋友们叫我可可 健身是精致生活的一种仪式 我在这里代表健身达人 为精致生活发声 好 今天我们请来三位 非常精致的女孩 她们成为我们的评判 我们接下来首先要做一个 精致的微博的评选 我们会选三位男生的照片 我们帮她在微博上 发的这个照片 想一个文案 然后由三位老师来选 她们觉得最好的那一个 然后得分最高的那个人 属于哪一组的话 那一组就会在这一轮积一分 好不好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好 好 那现在这三张 你任选一张来配文案 你想写哪个都可以 好不好 面对这三张风格迥溢的 微博图片 脑洞大开的嘉宾们 会创作出什么样的文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娜姐啊 你这是在干嘛呢 我想问一下 有一个参赛选手 她有三条参赛作品 就 这只 只算一条吗 这样 娜娜 待会儿都给你揭晓 但是 你只选一个参赛 你懂了吗 蕾蕾 你的真没地儿贴了 好 好 我们首先从郭麒麟的来揭晓 第一条要揭晓的是 维加的文案 我们请三位评审看好 好吗 好 维加的这个文案是 要想生活过得去 周围就得来点绿 这是一个环保的文案 对不对 对啊 周围啊 而且就是 是个好事 起码是周围 现在呼唤青山绿水 是的 麒麟你喜欢吗 我觉得很好 是不是 我希望坐在佳哥旁边 然后再念出这句话 我很开心 要想生活过得去 周围就得来点绿 这是你的周围有点绿的是吗 好 下面是佟卓 给郭麒麟这句配的文案 浮华散尽重归山林 思念我那白娘子 哎呦 我是许仙 我是发海 我是 这是赞美的 你看到竹林就想到了白娘子是吗 好 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文案 下面是我的 我给郭麒麟写的是 你走我不留你 你来我必去迎你 我觉得很配你这个意境 是不是 对 有点像是 迎来送完 但是跟不知道为什么 跟在白娘子后面 故事好像变得有点奇怪 从来的绿开始 就都是一个故事 就有点奇怪了是吧 好 下面是我妹妹写的了 张子峰写的是 是 太像妹妹的歌曲了 妹妹写了两个字 走 妹妹高考作文得写长点啊 这有点短 好 好 下面是娜娜 给郭麒麟写的这个 物理看花 谁是花 他看的这个人 对啊 他这个和乌蕾那个 我是想到一起的 是前后呼应的 待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是郭麒麟这一组 下面 乌蕾想了一个 乌蕾想了一个啥 没有 你说我听 本来想了我没敢写 说 说吧 林子大了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说到这就行了 就是林子大 他说林子大了 林子大了 什么麒麟都有 谢谢 谢谢 不夸 好 下面是郭麒麟给吴蕾写的 这个文案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从这个洞口爬出去 我们就从这个洞口爬出去 太有画面了 有点意思啊 这个 好 下面到青子 这个好 这个好 越夜越开心 美你不行 哎呀 这个精致的 就像酒吧的抬头 这个 开起来 下面到剑刺舞这脸 我估计 对自己的作品相当有信息 请出去 你跟郭麒麟是一组的 好 下面到海涛 你看这个月亮 多远 想唱出来不 真是一点文采都没有啊 太直白了 好下面是喜欢做手杖的蓝笛 写的看一下 有点小 两个手指就像两个窜牵猴指 像闪耀的灯球 可以 哇 会不会韦婷也写的这个 因为韦婷也唱过一版那个野狼第四个 我们看韦婷写的是 用以纯正的普通话来 好 想触摸您 您能往我这边靠一点吗 想触摸您 您能往我这边靠一点吗 好像是在跟月亮的对话 但是其实应该是余有其他的所指 好下面到娜娜这个附加的分数 我这个是跟那个郭麒麟那个是一对 暮里看花 水中望月 暮里看花 水中望月 暮里看花水中望月 你能分开 为什么大家都唱起来了 我和猫月不错了 好 水中望月 好下面到韦婷这一组了 韦婷这个姿势 你还能分开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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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接戏的 好 下面到楚希 开始 无助脑门晃得我的胯胯肘 好像有事再发愁 都没没法 可以可以可以 还是连续剧全是 连续剧 好 下面是蕾蕾 蕾蕾给韦婷写的 真是令人头突 这个你说出来感觉好好笑 对 它有一种那种卡通的感觉 对不对 好 下面到娜娜的了 这是我这儿把你写的一个 这是正经的 这是你参赛作品对吧 对 参赛作品 好 老师们 这是娜娜的参赛作品 前面那个《物理看花》 《水中望月》 都是附送的 来 正经的参赛作品 来 戴上眼镜睡觉 为了在梦里 把你看得更清楚 你是谁 你不是娜娜 这个太精致了吧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三位男明星他们本身的文案 我可以 好 首先是郭麒麟的 我欲乘风归去 你看 我欲乘风归去 你走 我不留你 我不留你 你来 我必去迎你 我欲乘风归去 要想生活过得去 周围就得来点绿 好 下面我们看蕾蕾蕾蕾蕾的这个是 月亮的蕾蕾蕾蕾我替你们听了 假期愉快 这是中秋节写的是不是 对 对 好 下面我很好奇 韦婷这个到底是配的什么文案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张照片 来 请看 自我摸头上 好 已经全部呈现了 下面我们请三位老师来分别表态 你最喜欢哪一个文案好不好 我们从徐老师先开始 徐老师你最喜欢哪个 为什么 我喜欢韦婷配的文案 想触摸您 想触摸您 您往我这边靠一点 对啊 跟大家有个互动 发在微博里 大家肯定很想要互动啊 对吧 就是作为微博文案来讲 对啊 它是很有功能性的 对对对 好 那慧欣你呢 慧欣 我也比较喜欢韦婷的 但是 但是吴欣的我也喜欢 因为我刚上场前 也补了发际线分 那你要做一个决定 那我还是选韦婷的吧 好 现在韦婷已经有两位老师支持了 那么一涵你呢 郭老师 其实我和二位的意见是一样的 我们精致组准备弹劾评委 好 这是微博 精致的微博 接下来进入到 后面精致舞台的比评了 我们会有四个秀 这四个秀看完之后呢 我们每一队要商量一个 他们三个会统一给出哪个秀 他们最喜欢 如果我们跟老师猜的一样 我们就会赢一分别 好 我们看看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精致的深夜歌单 首先有请钟楚希 吴欣带来他们的精致歌曲 两位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首歌入选了 你们两位公认的精致的深夜歌单 那个里面就是有一句歌词 就完美地体验了我的生活 什么 一杯红酒配电影 一杯红酒配电影 没那么容易找得到一个聊得来的伴儿 自己过挺好 关上了手机 对 舒服窝在沙发里头 好 这是他们两个对精致生活的理解 来 吴欣 谢谢 接下来有请吴磊 张子峰带来 刹冰激情曲 红豆 大红豆 玉桃 刹刹刹刹刹刹 你要加什么料 红豆 大红豆 玉桃 绿豆粉圆米苔木 花生爱玉核仙草 玉圆回馈小汤圆 清明核仙红奶冰 甜的辣的核咸的 香的臭的最酱的 怎么搭配随便你 保证心情变好的 你成长好在这里 他经常无限 烧心 英雄马上就要浮现 最酱的人的第一 加油 加油 大大气 我给你了我 比起 你的冠军 我是姜比 Oh my baby You and me 好可爱 这一首歌呢 其实是佳哥 跟涛涛的精致歌单 为什么你们觉得 这首歌是精致的 因为要吃 要加那么多料 难道不精致吗 这叫粉圆米苔木 花生爱玉核仙草 玉圆回馈小汤圆 金碧潮水中奶奶 而且很有仪式 你看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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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下面呢 是佟卓的精致歌单 你为什么喜欢下面这首歌 我四大名著快凑齐了 一来 雨传一呼 说 酒 风风火火 成叫找我 现在就差红楼梦了 所以你觉得如果凑上这首就是精致了 对不对 好下面这首呢 是网宁美 我们游戏 郭麒麟 郭麒麟 你想精致干嘛让我唱 我觉得很好 郭麒麟肯定是会细腔唱歌的嘛 很适合的嘛 来来来 同楼咱俩一块唱 音乐起 来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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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歌是浪远鈴 她是浪远涟 decía 一个是浪远先怕 一个是梅雨无暇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水中月 香烟中能有多少累的烛儿 曾经的秋流到冬心 春流到香 谢谢杨红基老师的精彩献唱 客气了您带走着 这是一首古色古香的歌曲 虽然麒麟不是很熟 但是也非常好地完成了 掌声给她 太难了 下面有请谢娜 为我们带来野狼迪斯科 请尊重我的表演 女士们先生们 娜娜 带你来到野狼迪斯科 生命运法 我生要带来狗大 再来生夜长霸 我看她是更死的 请问求经营法 梦给终于爱她 累死去为人家 我记得我 生命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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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日带来狗大 再来生夜长霸 保护她时针时针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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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放弃尝尝尝尝尝尝尝 你会最爱人的 你知道啊 大背头BBG 无知灵的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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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祝贴TD 抵击抄我眼摇旗 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前场动作必须在我整齐画营 来 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 在你右边画个龙 别听 在你胸口 比估一个过子球 左边要描黄牛头 两个食指就像两只春天红 是想想要的分手 想没人放 我想要带你回答 最难想你唱歌 要不怕谁就试歌 请你冲情天白 忘记冲天堂 你最没人的 你见到我 我好动你了呀 我知道 那现在我们要预测一下 三位我们的精致老师 他们会觉得四个歌单 哪一个是他们最认为 最精致的歌单呢 好 我们开始讨论 我们选好了 到底是没那么简单 还是刹冰进行曲 还是光宁梅 还是野狼迪斯科 来 准备 三 二 一 野狼迪斯科 说说理由好不好 我看到你们讨论得很激烈 我们想的是 选汪宁梅可能会暴露 什么叫暴露 我们这多热乎 我们其实在这个 梅那么简单和野狼迪斯科 包括汪宁梅和刹冰进行 当中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还有汪宁梅也有激烈的讨论 有 有 有激烈的讨论 太激烈了 后来他们就说 老师们肯定会喜欢 韦婷跟你的那个野狼迪斯科 然后说因为刚才他们就已经 就是很倾向韦婷了 然后韦婷就不高兴了 他说什么叫倾向 人家是很用心写的 他觉得刚才老师们三票选他 毫无感情因素 公正公平公开 对不对韦婷 肯定是的 是不是 真的 那么两边都是选的野狼迪斯科 到底我们三位老师选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悬念来了 准备 三 二 一 老师们 说一下 为什么你们都统一觉得野狼迪斯科是你们心中的深夜精致歌单 你们有听这个歌词吗 无论多热不管多热都不要脱下我的皮大衣 天呐 凤迪里面多热对吧 皮大衣都不脱掉不是很精致吗 那个大背头 老师 一点不牵掌 好精致哦 完全没有倾向陈伟婷 其实在我看来精致 我个人更感觉是精彩的到极致的一种生活 而我刚才看到了娜姐和陈伟婷 她们两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那种互动 让我觉得这就是精致想要的仪式感 我觉得她们表现到了 所以我很希望能给到她们 请大家注意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两个这个节目赢了 可是我们两个之前的排名是9和10名 不得不说是一种逆袭 在刚才的几个人比拼下来 我们双方战成了平局 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时刻 不如让我们用Vivo S5前置3200万 超质感美颜自拍 来宠爱自己一下吧 宠爱就是我们的电影 哪一天啊 12月31号 来吧 朋友们 老师们一起来好不好 老师们来 好 准备啊 好 谢谢 谢谢 再一次谢谢徐老师 谢谢张慧欣 谢谢玉涵 谢谢我们进入下面的比拼 好 准备 好 准备 拼多多拼着买才便宜 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 游戏对决吃我也要吃的优雅 松果 控制 差一点 不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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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住 控制住 假发照样丢的精致 妹妹蹦起来一点 可能能有一点 蕾是个王者 其实是个青铜 你完美的划了一条直线 当 现在开始王者之战 陈伟廷对蕾蕾 你们两个的结果 注定了这一轮比赛 哪一队能够获胜 快乐大本营首阶合作伙伴拼多多 拼多多拼着卖才便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抖音APP 抖音几乎美好生活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家族 欢迎各位来到由快乐大本营 和拼多多联合打造的 我们赢了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 拼多多拼着买才便宜 我们拼了 我是精致的人 接下来有两个小游戏 赢得的队伍将会获得 拼多多准备的精致年货大礼 你看有车离子 有曲奇饼 然后有苹果 还有都是拼多多 提供给我们的年货大礼包 你们不用赏了 年货大礼一定是我们队的 我们今天第一个比赛 叫做精致的甩假发大赛 今年的双十一的榜单 第一个公布的就是假发的购买榜 购买最多的地区是上海 购买最多的年龄层是90后 占比42.41 请注意这个不见的就是脱发 或者是头头发少 它很有可能是换造型 那么精致的甩假发大赛 精致发型 游戏规则 没得派出队员 戴上自己最喜欢的精致假发 在规定区域内甩出 三轮比拼后 用假发甩出距离最远的队获胜 首先第一队 我们这边要派出的是 楚希 麒麟 和妹妹张子峰 你们仨谁第一个 谁先打的呀 来吧 我万一出师未竭怎么办 你一定行的 一定行 来 加油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 能先练练什么的吗 那好 每个人两次机会好不好 取最好的那次 对 取最好的那次 咱们先挑一下吧 挑一个那种好揉出去的 我来个双马尾吧 好吧 好恐怖 前面也是马尾 后面是马尾 好清纯 郭老师这头发好适合你 是真的吗 真的 都是村里我的姑娘了 首发是郭麒麟 准备 三 二 然后说 不能让我的正面给观众 我这样比较习惯 这边有镜头 有镜头 太好了 没事 准备 给我撤写 二 一 二 二点五 这就是你的成绩满意吗 我再试一下 好 我再试一下 给你一个机会 好 准备 三 二 一 有几根到了三米 恭喜郭麒麟成绩三米 大姐你那个制天鹅镜那个 你给我用一下 我现在脖子不修 现在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 钟楚希已经准备好了 你这很适合唱野狼迪斯克 你知道吗 很适合唱野狼迪斯克 这儿你这都是我 人生的 家装 来 准备 加油 32 1 走 十三米 也还有一次机会 还是要选中的 对 选中的 准备 漂亮 三米五 下面到妹妹 妹妹加油 准备 三 二 一 走 二 一 走 妹妹两米 妹妹你稍微蹦起来一点 可能能远一点 好 加油 妹妹 来 准备 三 二 妹妹你稍微蹦起来一点 可能能远一点 蹦起来一点 可能能远一点 妹妹在哪儿 好 妹妹最后只能两米 现在她们的成绩 三位加起来成名 八米五 非常厉害 接下来到我们精致队 精致队要派出的是 娜娜 青子和李兰迪 第三代曲 球场 这个是有一个诀窍的 就是既不能带太死 因为甩不出去 又不能带太松 因为使不上劲 对 所以呢 大家都在找那个劲 来了我 来 现在来了 还有一次机会 来 准备 加油 漂亮 轻松三米五 娜娜最好的成绩三米五 接下来轮到我们青子了 青子也学娜姐那样 用那个腰腰部的力量帅 来 准备 柿子王 青子这个假发好精彩 你简直是个闪耀的灯球 柿子王 好精彩 她现在要换一顶假发 好 换了娜娜刚才的 好 换了娜娜刚才的 好 换了娜娜刚才的 好运假发 来 准备 3 2 小心脚不要出去 给娜姐妹用那个腰 3米5 看来这顶假发非常好 大家看好了就这顶非常好 好 下面到我们兰迪了 兰迪决定用一个冲刺 只要他扔的时候脚没有离开这儿就是可以的 准备 目前他们的成绩已经是7米了 当时我决定是三公尺零八公分 但在不到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里 我做了影响终生的决定 像只跑 迎着冷血和朝鲜 好 零点五米 海涛说穿这句话 以为是个王者 其实是个青铜 兰迪刚才凑凑合合有个一米的成绩 来准备 对 侧边对 漂亮 轻松3米5 漂亮 3米5 5米5 5米5 蓝迪尽力了 1米5 刚才呢 娜娜和坎青子冲到7米的成绩 我以为我对必输无疑 后来经过蓝迪妹妹的努力表现 现在双方打成平局8米5 现在开始王者之战 现在开始王者之战 我们这边败出的是陈伟婷 对京志队的蕾蕾 这是两位宠爱演员的对决 你们也是每人两次机会选最好成绩 你带着非常好 但是我担心你甩不出去 韦平 只有我最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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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陈伟婷的第一次尝试 每个人只有两次机会 你们两个的结果 注定了这一轮比赛哪一队能够获胜 3米5 陈伟廷的第一次成绩 3米5 下面到蕾蕾 蕾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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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走 一种力量 不远的地道 他用不远白色的决策 3 2 1 3 2 1 美雷这把扔到了4米 好 现在双方还有一次机会 韦婷看上了这个双蚕 放前面 把鞭子放前面这样好甩 对 对 好 来 尾婷找到方式了 准备 3 2 1 好 小心小心 3 2 1 走 好 小心小心 3 2 1 走 没有能够进入到摄程范围内 如果是在这个成绩里面的会议到4米5 但是很遗憾 没有能够在摄程内 那么非常祝贺精致队一个环节的游戏当中 获得了胜利 来掌声给他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非常精致的吃东西比赛 精致的吃东西 游戏规则 三一组团队合作 两人用绳 拉住中间人的腰 完成吃东西的任务 优雅吃到东西的队获胜 没有吃到或者任务失败 则会有狼狈的惩罚 首先是刚才获胜的精致队先出列 佳佳 超头 磊磊 请上场 为什么要比蓝底妹妹呢 她只有四十多斤 她只有四十多斤 四十多公斤 那我怕是营养不了 我七岁就四十多斤 这个还是很需要腰腹力量的 还是男生比较能控制 是的 来 佳佳辛苦了 站上去 不行 我还以为我们拉涛哥呢 我还以为我们拉涛哥呢 可以 不用了 拉涛哥得我们宠爱剧组一起上 我是想来这个 好 来 你们那两只脚要抵住他的脚 脚要抵住他的脚 来 准备 腰腹受力 来 准备 你们说好了我就开始计时 来 准备 计时 开始 往下 放了 你往下 石破 等一下 松点 不行 我等我前点 我松不完 我松不完 你绷住这儿了哥 好 你绷住 你绷住 要相信我们 好吧 我相信你呗 要相信我们好吧 相信你呗 你走吧 来 你走 我往上拉一点 我摆这个位置刚刚好 太了 佳哥现在不用张嘴 你够的还远呢 佳哥现在就作嘴了就开始 不是 我们得得得得得 往下放一点 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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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受伤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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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最后怎么使劲啊 差一点点 真的差一点点 慢一点 慢慢说 我们两个一样的 我们两个一样的 对 慢慢说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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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一点 不能往下走 不能往上 对 现在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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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就行 对 顶住 顶住 对 顶住就行 对 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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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下一组 我们派出的三位是 谭建计同卓和陈伟婷 好了吗 你们三位 好了 准备 计时 开始 不行 没有 滑滑 不行 没有 不行 滑滑滑 真的要卡这个边 不然你会往过滑 对 会滑 你用脚卡这个边 你的方法是对的 但是你要卡边 来 准备 走 拉住 拉住 走 我鞋也有点滑 有点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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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得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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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沉了 对这个这个 所以说不定 我们还有还有赢的机会 我们有机会有机会 好好好有机会 好好有机会 慢点慢点 控制住控制住 差一点 好 好 吃到了 咬到了 成功了 好 那么刚才初操组的成绩是 36秒50 好 吃喝 应该全组人 剩下的人一起上 吃到了再拉回来 对 因为如果吃到再拉回来 那个就厉害了 这么上瘾的吗 不用了 我不要再当愤怒的小鸟了 获胜的队伍呢 就可以到多多年货节的 礼品堆 选取奖品了 你们想选哪 那个车里走的好不好 可能选一样吗 如果一份不够的话 2020份够不够 今天晚上的拼多多的 这个多多年货节呢 为快乐大饼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准备了 2020份专属的超值年货 是可以免费拿的 2020份都是免费的 都有什么呀 进口车里子 来 坚果礼盒 蓝罐曲奇 整箱牛奶 大排巧克力 一共2020份 现在打开拼多多APP 搜多多年货节 进入活动会场的点击年货礼盒 摇手机就能免费拿年货了 重点来各位千万千万注意 还有50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门票 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做好不好 麒麟咱俩来试一下 先点进拼多多 然后你可以摇 我是运气爆棚 我获得了智力车离子两斤 这是送的 免费送的 你摇就有 我这是大排坚果礼盒 太厉害了 这个也太棒了 还没有摇到年货的朋友们 现在赶紧打开拼多多APP搜索 多多年货节 摇年货拿大奖今晚2020件超值年货 50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门票 免费拿一起摇起来 好 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 我们用非常愉快的方式 来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 同时本期的过个好年 我们会帮助内蒙古二三市白狼镇 推广当地的稻米和圈养的梅花路和野猪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如果您想成为芒果V基金志愿者 一起去到过个好年 助农扶贫活动的现场 可以下载快乐粉丝会APP来报名参加 在脱贫空间的路上 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那么在这里呢 希望大家12月31号 一定要记得去支持这部 他们非常用心拍的 非常温暖有爱的电影叫做 有爱 拼多多拼着买才便宜 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 年关将至 我们如何抓紧潮流的脚步 成为最时尚的自己 不用担心 华来大北营写手最时尚明星主领人 直视四步 来你开启2020年潮流新风扇 第一步 陪你去看流行语 喊出你的流行语 这个我确实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有没有规矩 四 五 六 你是那个死不动 来上我们卡路里 输的人就会接受黑暗料理的惩罚 哇 哇 来了 哇 我可能吃完就要就收工 真的 反反你的粉丝要给你的 就不能呼吸 快喝水喝水 不能喝水 快喝水 第二步超品交流大会 你会就是变成这条盖上最亮的仔 光头强 不易驾驭 目前全世界只有一条 娜姐我觉得你ok的 尤其这一身其实搞不好 非常的潮流 可以搞得多不好 哈哈 怎么这么紧张啊 哇 哇 第三步敢吵敢嗨 秀出风采 哈哈 太可爱了 你看这个面子啊有啥有快 就像这个晚餐有达有愿 你看这个面子啊有茶有款 就像这个晚餐有达有愿 第四步雷屏走开 走哪儿都是时尚派 时尚单屏抢夺战 潘约 潘约约来了 潘约约 好吓人 快快快 上台 下周五晚时尚洪魂 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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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Vivo冠名的快乐大比赢 今晚的全部内容 是 节目最后 让我们感谢百雀灵三生花 精油香氛洗发露 精油润发持久留香 以及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 请大家多多支持 每周五晚的嗨唱转起来 和每周六的舞蹈风暴 谢谢大家天天开心 下期再见了 去看电影了 宠爱 快走